大家好 很多新手花有这个兰花用肥的时候呢 经常因为把握不好而容易产生肥害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可以呢 给这个兰花在用肥之后 第二天早上给它浇一次回水 这样才能够避免产生肥害 但是很多花有反应啊 自己的早上啊 往往呢 没空给它浇水水 或者是呢 浇了回水之后 因为这个养护环境可能通风通气气 没有那么好 容易呢 出现这个烂根的情况 那么怎么办呢 今天啊 再教大家一招 我们再给兰花施肥的时候 比如呢 我们用这个兰科专运的有精养液 先给它稀释好 我们呢 在这个时候稀释的浓度不要过高 一般建议是稀释500倍 在这个时候 我们稀释倍数呢 可以达到1000倍 甚至是2000倍左右都可以 然后呢 将它与清水按照比例 对水稀释 再来搅拌均匀 然后呢 再给这个兰花灌根 灌根之后呢 我们第二天啊 不需要浇回水 我们等到下一次盆土干了 需要浇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 给它浇清水 这个时候不要浇肥水了 直接浇清水 这时候浇清水的话呢 就可以冲走盆土里面多余的养分 又可以避免出现这个积水 烂根的现象 等到下一次 我们再需要浇水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像这样子 以水带肥的浇 这样子给兰花用肥的话呢 就简单多了 不仅不会烂根 而且呢 这个肥的浓度呢 又比较低 不容易产生肥害 也不用大家每天早上早起 给兰花盆土浇肥水 这样呢 就一举三得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